宋江奉旨,北征大辽,大队人马就来到陈乔邑,这里边是个平大的镇子,好几趟大街,宋江在此安营,刚住下,有人向他禀报,朝廷派来偏使官,为劳三军将士,宋江深受感动。 把一个姓旁的偏使官和两位乡官接进镇子里头,好生安排,截止之后怎么办呢?朝廷是这么交代的,每个士兵,玉酒一瓶,芳肉一块,这一块芳肉就是一斤,你想五万多人,那东西太多了,每个人必须得发放到手中, 就发放了将近三天,也该这出事儿,头一天没事儿,第二天没事儿,到了最后这天了,五路大军呢,四路都发放完了,上最后一路,是离滚的部下。 他的部下有标志,都是造旗,造袍,黑马,军事相当矫健的。 点个名过来一个人,点瓶酒一块肉,拿些去吃,本来是好事儿,可从中啊,有一个军事, 这军事啊,名的叫二愣子,这二愣子也是老自个儿的,按现在来说呢,他只是一个班长,管着十了个弟兄,他来牵头,领着一般人的东西。 等领完之后,他就发现不对劲儿,二愣子摇哄摇哄,觉得这瓶酒不满,因为他老喝酒,就问手下的弟兄, 你看这瓶子,这瓶子怎么是半瓶啊,这被接过了一腰,对,半瓶,不对啊,朝经颁发的玉酒哪能给半瓶啊, 另外把这肉拿过来,接着不够分量,找个地方一撑才十两,短了六两。 缅月说你说错了吧,不是一斤是十两吗,那怎么还能少六两,哎,你别忘了,在那个缅月,一斤是十六两。 那短了两,就拿去少一半了,所以军师们一看,这怎么回事儿,酒也不足,肉也不够分量,不用问, 肯定是被这片尺官和这乡官呢,层层盘剥,他们给扣下了,这帮弟兄们有点浑浊闷愣啊,越说脾气越暴躁,越说声音越高,就骂其祖宗来了,也该着出事儿。 其中有位乡官从京里头来着,叫手下的士兵拿着人民册,谁领了,勾一下,好有记载啊,正在这当兵的当中正走着,听这部宣华叫骂,这乡官就过来了,你们干什么,怎么回事儿,这二论子一看就急了,哎,你先来和我走,我有事儿问你,乡官就挺不高兴, 一看这个庄术,你就是普通的军事儿,指手画脚,成何体统,不管怎么说,我是基成派来的,这乡官就糊着脸的,你什么事儿,请问这是皇上给我们的奖励吗?啊,那还错得了吗? 我说,一共怎么个给法,怎么给法,一酒一瓶,肉一方,谁都知道,你怎么不知道,哎,我干什么不知道,哎,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,这一酒是一瓶,冲击量就是八一瓶,这二论子就滑滑了,就晃这酒,你看,你看, 这肉方才我们撑了,没有十六两,还十两,那些肉哪儿去了,是不是你们给独吞了,你们这些贪官无力团,一个好东西没有,这不说清了,你走不了,那些当兵的就起哄,对,说清了,说清了,怎么回事儿, 那宋长的官我们早就知道,没个好东西,这话就有点伤重了,这乡官一看,这些士兵要起哄,哎哟,那能接受得了吗?仗着他,有身份的人呢,他把眼睛一动用手指着这些军事,你们想造反吗?啊,你们是不是想造反吗?哎,这会看出来了,你们水不凉山的人都是贼啊, 费性难改啊,那这朝廷就应当把你们个个斩尽朱爵,没想还能开天恩,把你们招安了,你们外表是宋朝的军人,内心骨子里,还是臭贼,这一句话也上注了,哎,听着错人别说短话,哪儿愣得一听,眼珠子都糊了,你骂谁臭呗,骂你, 你,你,你再骂一句,骂你说一句十句八句我都能骂,臭贼,臭贼,臭贼,你们都是臭贼,哎哟,二愣得一蹦多高啊,年轻人脾气暴躁,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,骑虎难下,一回身,把妖刀拽出来, 赠明瓦链的妖刀在手中一行,直奔着相关来了,相关一看,哎,好,哈哈哈哈,你还敢杀本官不成吗,我借你的板子,你上市看看,来,你奔这来,你奔这来,他拍着脖子,伸着脑袋叫好,要不说你,退一步,海阔天空, 这年轻人,他控制不住情绪啊,二愣子一看,实在是受不了了,把刀就举起来了,奔哪儿也是一样,今儿的爷爷就给你放不起啊,咔嚓这一刀,把脑袋就剁下来了,你看那阵对大的时候,有人在一官看着呢,甚至哄房大笑, 这一针放了些脑瓜,咕噜之意落地,都害了他,哗,哎呦,对吧,二愣子你可闯了我啦,爷爷爷爷,他是朝廷派来的,小明也是天使官呐,你把他杀的这可真就叫造反了,就朝廷不注意,孙头领也不能答应,二愣子把人杀完了,跟歇了气的皮球一样, 嘘,也没神了,烫了啦,倒也撒了手,呃呀,呃呀,耳朵没想刚才我这是干什么呢,头脑一发热,这是固成大错啊,现在是归毁莫及,那你说人命关天,何况这是相关呢,能善罢甘休,有人把这件事情非暴离滚, 嗯,李国一听自己的幕下捅了楼子了,吓得脸都变色了,不敢隐瞒嘛,赶紧非暴宋江宋头领,本来宋江挺高兴,缓带着正牌的偏使官,那俩相关下去分散酒肉,正谈着闹着正高兴呢,李国跑进来了,哥哥坏了,啊, 发生什么事儿了,是怎么怎么回事儿,宋江一平这心呢,顿时就堵了个阁,酒杯落地,啊,这,那天使一平是拍安而起,哎,宋先生,这怎么回事儿,哎呀,你的部下也太厉害点了吧, 连天使官都敢杀,这不是造反,这是什么,这,这,不可理喻,不可理喻,我回到京城,怎么向皇城交代, 宋江气一平,谁说啊,手下人太不平约束了,你们竟没事就我找事儿,大军队出寨,先出这种那个人的事儿,能不认真追查吗,宋江马上领着人,赶奔现场,一看着围着不少的军事,大家回头一瞅,都先锋来了,呼啦瞅往两团一闪, 宋江领着人,来到里面,一看可不是吗,一具尸体横握在脚下,尸首两尊,满地都是血,还放了一把带血的钢刀,再看旁边站着一人,这人二目十神啊,眼睛都得散光了,那眼儿煞白煞白,宋江还真就认识他,过去这二愣子,给宋江当过马骨,宋江一开始他, 二愣子,先锋大人哥哥,哭通他规则,宋江就问他,这个人是你杀的,是我杀的,为什么,因为他可口酒肉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,我们俩口交起来了,我一时控制不住,我就把他给杀了, 哎呀,二愣子,二愣子,你可闯得大祸了,哥哥也保护不了你了,来人,把他帮起来,把二愣子,五花大帮捆起来了,压载军营,听后处置, 你偏使官是兜头涮甲,这,这我回去我怎么交代,哎,先锋大人,我怎么交代,偏使大人,这不用你管,我手下必须堵着楼子,我来把他摆平,皇上怪怪我管教不严,你看好吗,你不必动怒,宋江没法往前进入, 跟吴用一商量,马上写好了本章,让厌轻戴宗,马上其身返回东京,第一,先见肃太队肃元女,把这个经过跟肃太队说一说,为啥要这么办呢,心里有人好做官呢,有人好办事啊,你不见,这要是高求蔡经这帮人,无诸生有,偏有加醋, 这事儿就麻烦了,先叫苏元景,知道怎么回事儿,得多说点好话,然后求苏元景把这个本章递给皇上,在皇上面前多加美严,宋江就在这平静,单说两个人到了东京,连夜见着苏元景,把这个经过一说,苏元景一听也堵着心了,哎呀,不妙不妙啊,二位实不相瞒啊, 省愿衔们对你们被招安逸是多有怨言的,这好不容易,到了今天,又发生这种事情,一旦这帮人穷习而公之,难以百平了,这样吧,明天我就进入,我先见万岁爷,先向他交交比, 苏元景真好人啊,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进入公里,就在隆德殿外的候着,后来拼说皇上起来了,正书满口吃早点呢,苏元景候着脸皮,非要见皇上, 因为他红的发紫,太监到里面一通报,八地徽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,今天不是生作早朝的日子,这苏元景什么急事,想他进来,苏元景带着宋江的奏折来到里面,双丝柜头,万岁万万岁,爱卿,什么急事,忙三活四地要见朕, 陛下圣灵,有件事啊,你别生气啊,其实也在预料之中的,哎呀,啰啰啰嗦,究竟什么事,陛下荣灶,是这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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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事,这苏元景把真实的经过讲述一段,一开始拔你回族眼沉起来,眼督子都立起来了,后来一拼,哦,是这么回事,陛下, 这是宋江请罪的奏折,他们现在在陈桥义待遇,请万岁发落呀,陛下,梁军阵前正在运人之际啊,这手下好几万人,难免良幼不齐,发生这种事也不足为怪呀,往往出兵建杖,放火的有之,奸严者有之,打群杖有之, 互相欧斗者有之,这事也不怪,再者一说,那乡官可扣几肉,也确实可恶啊,请陛下担败一二, 嗯,把这辉东把奏折打开开,跟苏元景说的一样,一开始啊,他不痛快,后来想来想去,算了吧,算了吧, 一个小小的香官,还没芝麻粒大呢,死死了,活该,谁让你们嘴那么馋,那酒甭问,你们先喝了,那肉甭问,你们先吃了,交在人家手里的不足粮,肯定人家不满意,嗯, 想到这儿,跟苏元景说,请放心,朕自会处理,多谢陛下,就没法方下来问了,苏元景告别之后出来,告通宴亲,告通太祖,放心吧, 皇上虽然说没赦免无罪,但拼着口气,完全可以没事,哎哟,多谢太匪,多谢太匪,两个人没敢离京啊,还在这儿拼劲儿,过了两天,皇上生变了,处理朝堂大事, 书密院的同官贵倒了,现在这个同官呢,依然是书密院的院士啊,掌握大权,他也知道这个时候,是本餐宋江,啪啪啪啪这句说,把宋江说的一无是处,把义军说的都是土匪,那些反对义军被招安的吧, 哎哟,群其而公之,胡拉朝贵倒离片,臣有本上奏,臣有本上奏,臣有本上奏,陛下, 宋江这伙人用不得呀,为及早诛之,请陛下圣财,等等等等的,就想把宋江他们干趴去, 把这回总早知道的这事儿了,不露声色,听他们说完了,没表态, 同官在前头跪着,心说这皇上睡着了,怎么的,怎么不言语, 头也望上观看,再看拔地回总,晃在头里的胡,若有所思的意思, 陛下圣明啊,早做裁决, 同官啊,还有你们,你们都听着啊, 朕一致内心,我派去的人,不给我长脸, 他们或者可扣军乡,甚至连酒他们也可扣,肉也可扣, 完全不足分量啊, 他们不着死等什么, 年轻人之间,发生口角,乃至殴斗, 失手伤人,也不算奇怪的事儿, 朕做出决定,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, 虚守, 民政典型,绝不宽戴, 宋江等, 约束不言, 既小过一次,下不为例, 他们照样进军大辽, 这件事情就过去吧, 啊, 算了, 啊, 陛下圣明, 那他也轻易放过宋江了, 照这样下去, 他们更放纵无度了, 算了,算了,算了, 我却问你们, 除了宋江领着人之外, 你们哪一个敢领兵去攻打大辽, 你, 你, 还有你, 谁能领兵, 谁能收复得了十地, 你们就是告状有能力, 小舌头跟着有两下子, 既不能安邦, 也不能兵国呀, 退了下去, 就这样决定了, 传给红细心, 您还真别说, 拔队回宋有时候糊涂, 有时候明白, 这事做的比较妥贴, 苏元经领止下辩之后, 再次把燕青和戴宗找来, 告诉他们, 回去听信, 告诉宋江都千尊, 放心, 皇上今天降了职了, 过两天天使官就到了, 赦免宋江的无罪, 哎呀, 多谢台位, 多谢台位, 燕青和戴宗写的声, 先到了陈朝义, 见着宋江, 把这经过蒋苏叶, 宋江一听, 尝出了一口气, 哎呀, 没办法呀, 看来朝里真的有人啊, 这是过了一道闲关, 两天之后天使官到了, 一宣读旨意, 宋江等人跪到谢恩, 但是这二愣子是活不了, 领旨之后宋江到了晚上把这二愣子给批来了, 二愣子这几天净哭了, 追回莫及, 参见哥哥, 二愣子, 你住成了大祸, 谁也救不了你啊, 哎, 现在大事就在这摆着, 黄王圣旨已经下来, 要把你宁正贬行你, 你欢有何说呀, 宋头领, 千错万错, 我的错呀, 我该死, 您不必为难, 马上下令把我推出去弹了吧, 只要宋头领, 平安无事, 弟兄们没事, 我死也瞑目了, 二愣子, 我听说你家里头还有老母亲, 还有媳妇, 还有个三岁的男孩, 追了一点也不想, 放心就走吧, 你家里头有我出资公粮, 你不必担心, 我陷进宋头领, 来呀, 松帮, 给他松开帮子, 宋江叫人拖过个盘来, 给他敬了一碗酒, 他接过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喝了, 喝完了给宋江磕了个头, 宋江说, 二愣子, 这样吧, 你先行自义, 而后再动手, 你少受点痛苦吧, 啊, 白聊下去, 二愣子磕个头, 毕竟他没有办法咧着嘴, 把他带到房后, 有一棵外拨树, 在树上拴了根绳, 底下摆了个凳子, 二愣子, 安心走吧, 松头领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, 我知道, 我知道, 偏作祸有可为, 人作孽不可活呀, 我别的说的都没了, 娘呢, 一生命而白生了, 媳妇我也照顾不了了, 孩子也不能抚养了, 哎, 就这样吧, 脑袋忘了一身, 时间不大绝气身亡, 有人厌明正身一看, 死了, 回来禀报宋江, 宋江双的眼泪不愿意再见, 让卢俊一领人去看看, 把他给人头砍一下势中, 把死尸从树上吸下来, 人脑袋砍掉, 再陈乔义, 这才事故, 一场风波才告平息, 宋江为这事开了干大会, 飙着眼泪跟大伙说, 此番情绪打大聊, 大家务必执行军令, 哪一个再给我闯祸, 二愣的就是前车之间。